看来基本公司的议题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 不过接下来这个议题可能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 这就是蔡政府上任之后主打的年金改革 这个前朝马英九总统提出了好几年都没有结论的议题 蔡英文是一上任就开始进行改革 虽然军公教93抗议游行还不到一周 但是行政院长林全随即就在今天拍板决议了 要取消掉公教三节慰问金 一共是6000块钱 也就是说呢月薪在2.5万以上的人 就不能够再领着6000元了 影响到的人数破了15万 但是也替政府省下将近9亿元 军公教不满背负污名上街游行 那么如今年金改革还没有定案 这慰问金就先被删减掉了 因此呢在今天的年金改革委员会当中 给付制度再先论战 进球三军公教游行和全教总退出后 年金改革委员会8号再度召开 仍是炮声不断 尊重主席 我尊重你但是主席是接续发言不能表达意义 来 你能够吗 来请同仁告诉我们 请尊重这个议场好吗 一届分歧委员拍桌 逃不开外界扣上乱糟糟的帽子 眼看只剩下8次会议就要进行分区座谈 各职业代表毫无共识 不要一开始就谈给付 总是有一个制度的一个基本的理想性 给付也不失为一个让民众安心的做法 给付制度差异引发职业对立 但就在九三军公教抗议后 林全砍了公教两万五以上 月退人员三节未问金 影响超出十五万人 却也替政府省下近九亿元 内部已经讨论有一段时间 而且这个已经人事总处 他已经在处理在千半钟 如果有反弹的话呢 林全不多回应转头就走 纵使政策明年施行 但观看军公教游行已是反弹剧烈 此时大刀阔斧恐怕助燃军公教气焰 欢迎新闻罗宇祥 蔡介林 台北采访报道